俄羅斯說,敘利亞提供了新的證據,顯示是反政府武裝上個月發動了化學武器攻擊。 俄羅斯媒體引述俄羅斯副外長亞伯科夫的話說,敘利亞政府已經將有關證據提供了給俄羅斯。 聯合國星期一公布了有關敘利亞化學武器的調查報告。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說,調查人員有確作模擬的證據,證實上個月大馬士革附近的一次化武襲擊當中, 的確較大規模地動用了致命的沙林毒器,但是這份報告沒有說明是誰發動了化武攻擊。 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外交官定於星期三再次開會,討論建議當中的決議, 擺在他們面前的主要障礙是否應該在決議當中包括以軍事威脅、強制敘利亞、李弱的內容,俄羅斯和中國都反對動武。 聯合國拍電視 感谢观看